冥想会带来哪些变化? 这个词也是个噱头 能说冥想 首先不管你信不信 它是有的 但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夸张 但对于 一点都不信的人 它反而是很有用 或者是 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你用它也很有用 就是很信很执着的这种 那什么意思? 首先冥想 这个最早在中国 这不是很凸显它的作用 有啊 一直都有 但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反而是西方 现在讲这个词 早先 印度 那就是佛教那些 也有这一方面法门 我们到底有没有有? 就是 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 手掐什么手印 那都是如果是定时的话 也是身体的 一种冥想 就是以这个手势代表什么意思 每个手势它有不同的意思 单手的 双手的 包括咒 也是 好像成定时的 这都叫冥想 某一方面的冥想 那脑子 想呢 现在我们狭义地讲 这个是冥想 就拿打坐 当比方 你想 身体哪不舒服 你就往这想 它这个能量 会随着你意识 往这块儿集中 你说真有这样 那是不是很管用 没那么快 你的念力到一定程度 那自然是快 但为什么反过来 又说不建议你 太过度冥想 首先还是鼓励的 因为很多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的作用 不相信 你得慢慢去体会 那身体真的是有感觉 不光是身体 你甚至说想 哪个事不顺 你往顺利 往想 成心的 该怎么办 想怎么样更好 那心想是什么 但是你不能乱想 当你能力 没那么大的时候 如果是善意的 还好 那恶意的 那反过来 也有反作用 所以 急功近利 这反而不好 但一般来说 也没那么快 哪有那么厉害 千夫所指 周人一死 这个道理是有的 但你一个人 你身份地位这么低 你修养这么普通 哪有那么大力量 那先佛神圣们 一念可以 撼动山河大地 那你不信 是你不信的 没看到就没有 那是你的世界 但 反过来 就是不建议 太过渡些 而又要顺其自然的 有些事 该你经历的 你非要去 强行的 强扭的挂 对别人 对自己 都叫强扭的挂 就不行 你也不能乱想 一想天开 那这个词 怎么说都对 梦想中正 异想天开 天马星空 那适当地联想想象 资源 紧分 这个就是好 那我们建议的是什么 就你静下了 随着你周围的环境 你这有音乐 那有噪音 或者是你身体 当前这个状况 不管是手啊 咒啊 它顺其自然的 它出来了就出来了 没出来 你不要主动去异想 这就是身心灵当中的 其实是最高的那个力 但你可以把它降为到心 就顺着自然 这个慢慢去用啊 用文火不用武火 你用强用意 你本身这块 就学 或者是还不够 不到时候 你强加的话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